在三级警戒期间有不少确诊者的足迹都坐落在汽车旅馆或者是民宿Villa 很多人就担心说一旦降为二级大家恐怕会更加松懈 因此指挥官陈时中正回就特别针对了旅宿汽车旅馆说明罚则 一旦业者发现有旅客群聚没有主动通报的话 最终开罚15万元情节重大还会直接废止营业登记证 高城市防疫旅馆内五名刚入境的男子以为夜深了 没人发现竟然偷偷集合到一间房里群聚 台中也有男男女女在汽车旅馆里大开毒趴 三级警戒期间全台都有这样在旅馆摩帖违规群聚的乱象 就怕降级之后出现更夸张的情形 指挥中心对旅宿业寄出重罚 旅宿业者或者汽车旅馆他们对这个这样的一个警觉性不够 若没有来通报的话 那我们可以依这个穿车旅馆放官官条例来采除 明明还在三级警戒但陆续有确诊者的足迹 去过同一间汽车旅馆 更有民众大肆在摩帖开趴或是到Villa群聚 指挥中心也再次重申 就算降到二级警戒 旅宿业也都严禁群聚 他们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他们如果因通报而未通报 那当然他们就会被处分 那当然这里面另外开发单位认定的 那当然是我们相关的主管单位 旅宿业者如果发现群聚却不通报 依照发展观光条例最高会处15万罚还 情节严重的话更会被废止营业执照 指挥中心赶在降级之前重申防疫禁令 要业者和民众别对病毒掉以轻刑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